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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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昨天換好褲子了 欸 OK吧 很像那種什麼 阿妮桑喔 那個大哥怎麼唸 我覺得比較像頭神 好 隨便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這邊呢 因為主要我前陣子 五天前去騎玩武嶺 的這個西晶武嶺初次挑戰 那到現在我還覺得 我的腿部肌肉真的是 完全沒有恢復 還在很緊繃的狀態 然後訓練就是會有點影響 因為我覺得我做很多 自己的放鬆沒什麼效果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到了 這邊就是要來瑞卡放鬆一下 那我們就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放鬆老師 安波老師 喔對了 他是按摩界的鄧哲希 好 謝謝我是Amber 大家好 那我 我的狀況呢 就是我五天前去騎武嶺 然後到現在腳還很緊繃 就練習都練不太起來 狀況不太好 想說來放鬆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幫你做一些檢測 那首先我先做這個動作 是為了要測試你的臀肌 看一下 哎呀這樣你就叫了 現在就很緊了 再看一下你的這個活動範圍度 你自己覺得你現在哪邊最緊繃 我現在我覺得前側我有放過 但還是深層比較緊 那後側是比較明顯就是 用伸展都會有感覺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先幫你做運動按摩 OK 那會先從淺層的部分再進行到深層 那會慢慢的 想說等一下過程你覺得很痛的話 麻煩幫我鼻子吸氣嘴巴吐氣 不是要叫出來 很痛的時候不是要叫出來 對很多時候叫出來會比較好 因為我怕你那個脖子會用力 好 這樣按完可能你脖子就變緊繃 完蛋了我現在 你才這樣 退 結果就已經有點痠了 所以我現在肌肉狀況是 有點緊繃的狀態 對有緊繃 但你前層你平常照顧的蠻好的 你平常前層你都怎麼照顧 我其實在就是騎完屋裡那個當下 我回家除了伸展之外 然後我就泡冷水 就是讓它稍微不要這麼肿脹發炎的狀態 那當然也有吃一些補給品 就是恢復的東西 胺基酸或是高蛋白 但主要是我自己也有像這樣 就是在那邊亂推我的腳 然後還有震動槍 所以我覺得多少有點恢復 但我覺得自己會手下留情 很痛的時候我會停下來 所以我覺得恢復還是沒有到很足夠 那你算是知優生的耶 因為我看過太多人都不會好好的照顧自己 可能收抄啊或者是回去滾筒 什麼都不做 好痛喔 我有點沒辦法回家你 現在要上我給你加壓 好 你很耐上 好 我盡量忍住 啊 好痛 我剛好那個比較緊繃 我說這因人而異 只要說你是剛好也在延遲性算痛 或者是說你的訓練量剛好比較高的時候 感覺就會比較 比較明顯一點 對比較high一點 OK 然後當然是你如果有常常這樣保養 然後你的訓練跟恢復 它其實已經有一個慣性在 它的耐受性提高 其實你再來按這個的時候你就不會覺得那麼痛 個人是覺得在運動按摩它是比較 就我可以溝通說我真的拿離絲非常緊繃 然後還幫我找到原點 就我自己會覺得是比較 比較對陣下藥的方式 你是不是怕我講錯話然後給我答應 沒有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剛好司主你這邊夜上中 司主的耐眼 好痛喔 應該就是說我們會去考量說你目前的需求 或者是你的運動 有些地方它不需要被放鬆嗎 可能就不需要放那麼多 這小腿的地方是 是我昨天有去做 就是三路訓練所以今天靜後肌有點緊 對會比較開心 好酸 但這邊其實也是我很常就是 推薦我的學生一定要做放鬆的地方 因為他們通常很常 靜後肌太緊了 然後都會導致它整個 就是有點 有的可能嚴重會夾靜陣 或是它就沒有什麼空間 然後導致會有朱立筋膜 甚至近骨受傷 那個點真的很痛但是要按 你要跟你的學生啊 如果是女生要講啊 所以如果小腿不放鬆到時候 腿會看起來很舒 就是要伸展按摩 不按就是 他們其實很怕跑不會有蘿蔔腿 但我覺得其實 其實不會 就是 你有正常收抄或什麼 你根本就很難讓它腫一顆在那 除非你是練那種 好看的 他可能就是練得很強壯 然後又故意不想要讓它 微縮 就是它就一直維持在那個很緊的狀態 然後一直這樣下去 我又會覺得有線條看起來很美 可是其實正常好的狀況下 是那個線條是在 但摸起來它是很Q彈的 那才會比較好 我左腳怎麼更酸 對不起 又有頭在又有左 好酸 放輕鬆 天啊 好再來 好痛 有點好像變慘房 我眼淚流出來了 是你練得比較兇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我其實在壓沒有很大力 只要是 你們會找到那個卡字的位置 我沒有辦法組織下去 我也講不出話 好痛喔 真的耶 你這個鼓外側真的超緊的 我幫我拿東西給你抓 其實飆汗 眼淚流出來了 沒事沒事沒事 現在幫你放鬆的是你的內收肌群 對 那主要呢 它會影響到你很多 不管是你在做深蹲 或你鞋車跟跑步 這邊都會用到 所以當你練得多的時候 你偶爾滾 滾到也要注意它 不要說都不理內側 其實內側真的會影響到非常的多 其實內收肌群太緊 在跑步上也會 跑肢上會有點影響 因為你的左右不平衡的時候 你的動作其實會有點內旋太嚴重 因為它會 有點牽張之後 它會把你腳拉住 那動作其實在 跑肢上也會有點影響 平常我們自己如果是 一般動態恢復或是伸展 可能它只是比較表層 或是比較被動的放鬆 但像運動按摩是 我的理解它是不是跟滾筒很像 就是它把一些比較 激痛點的地方按開 然後讓它恢復 就是它的循環會好一點 所以會加速它自己的恢復狀態這樣 有點相近 OK 那只是角度上面來說 就是人工的還是可以比較深入 這個真的蠻緊的 超痛 換氣換氣換氣 那我們剛剛終於結束了按摩 你現在還好嗎 超痛 我剛剛就是 你看到那個快轉接的時候 就是太慘烈了 完全沒有辦法播出來給大家聽 因為那個聲音實在是跟殺豬一樣 太痛了 但我個人真的是覺得 就是 比自己在按的感覺好很多 我剛剛有哪些地方是真的很緊的嗎 還真的蠻多地方 像我基本上 像你的左腳的骨外側 那種比較好照顧的 很可惜你看到滾筒沒有滾到 所以你會覺得 明明你有左腳右腳有兩個雙胞胎女兒 怎麼狀況不太一樣 就是外側頸比內側還嚴重很多 對然後我們當我們在做你的內收肌群的時候 還好啦他們兩個得分差不多 但是你真的要多加強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可能真的沒有比賽 我可能會讓他慢慢恢復 就我用自己的方式 但是因為有訓練密集的話 其實真的你在肌肉表現不好的狀況下 很難把運動表現提升 就是你在 不管是跑步騎腳踏車 在那當中 你真的會覺得你的肌肉是不新鮮的情況下 你的關節活動度 或是他的肌肉耐受度 我覺得都會有影響 就會間接影響到運動表現 我有時候覺得你們都是像一個 有訓練有一個開始的啟動 然後增高 然後恢復 它是一個cycle的曲線 對就是一直爬山的感覺 對 可是在當你訓練越來越猛烈 但你中間你忽略的放鬆 你的狀況就會有點不太能突破 或者是恢復是降低的 對 所以我覺得滾筒真的很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真的是滾到已經沒有辦法處理 那你可能就需要像我們這種 OK 就是要找那種 就是私人給系來處理 就是手的部分 私人 好啦 今天很高興就是可以來 就是給Amber老師放鬆一下 真的我個人感受上是 非常的有差距 跟自己放鬆的感覺 那如果你真的也有像這樣 就是遇到你有放鬆不開的狀態 甚至你的運動表現 已經練了很久都沒有進步的話 搞不好真的是你的肌肉出狀況 就可以來這邊找Amber老師給你 好不好 殺兩劫 你就會好很多 是的 有放有剝筆 好 那如果你們對於像這樣的 放鬆類型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或許未來 我可以再來跟Amber老師 多拍幾集 分享給大家 在一些特定的部位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不管是滾筒啊 或是一些器材 甚至最後教大家 可能用手怎麼樣幫自己做放鬆 好喔 OK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鄭德瑞 他是你的鄧子綺老師Amber 下一次見 掰掰 掰掰 乾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